当一个男人有这样的家庭条件 有这样的外貌身高 你觉得他能找到女朋友吗 如果我告诉你 他不仅有 而且还有两个 一个沉鱼落雁 一个碧月修化 此时的你就需要找找自己原因 这么多年了 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 如果我还告诉你 平时这三人同住一个屋檐下 还同睡一张床 你又会怎么想呢 三个人住在一张床上 这不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们三个人 确实是住在一张床上 不禁让人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 会让两个美女为之神魂颠倒 又会是什么事 会把这三人牵扯进一起杀人案 深夜吕宝来谈案 催眠好奇又下饭 时间 2012年5月6日 地点 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马口乡雪金村 这天中午 刚刚从邻居家回来的刘芳城 就看到女朋友冯泰群 横卧在床上口吐白沫 慌忙之中 刘芳城选择了拨打报警电话 万幸的是 昏泥不醒的冯泰群 在警察的帮助下 顺利送到当地医院进行抢救 一个年轻女子为何会在家中毒 是自杀还是被人蓄意投毒呢 派出所民警 首先对现场做了搜索 果然 警方有了重大发现 他们在案发现场的床上 发现了一张纸条 其内容是 哥哥 我走了 你和他好好过日子 以后不要与我联系了 而最后署名的是 爱你的小张 小张又是谁 他的告别信 为何会在案发现场 警方对报案人刘芳城 做了更详细的询问调查 眼看自己已经无法隐瞒 刘芳城说出了实情 原来 之前中毒的冯泰群 以及刘芷条的小张张燕 分两人都是自己的女朋友 这个结果让当场民警无不震惊 这样的家庭环境 这样的外貌特征 有一个女朋友都不错 现在竟还能有两个 可眼下最重要的是 确定冯泰群是自杀 还是被人谋害 随着勘察和排查走访的深入 警方做出了第一个推测 冯泰群可能是被张燕芬下毒 而张燕芬下毒的动机 就是三人特殊而又复杂的关系 警方打算就此对张燕芬 进行询问时 却发现他已经失踪 这无疑不加大张燕芬的嫌疑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张燕芬就是此案的凶状 此时的他已经畏罪潜逃 想着案发时间不长 张燕芬肯定还没逃多远 警方立即组织大量人手 对案发周边做了仔细搜寻 希望能找到张燕芬的蛛丝马迹 没多久 一口水井引起了警方注意 当他们打开井盖时 却发现里面有大量女性遗物 通过辨认 这些遗物正是失踪的张燕芬所有 一个潜逃的人 为何要将自己平时所穿衣物 扔在水井中 这是打算破釜沉舟 由于水井中没有发现张燕芬尸体 警方排除了他自杀的可能性 但从这时期 有民警提出了另外一种猜测 毒害冯泰群的凶手 可能不是张燕芬 而是另有其人 此时的张燕芬可能也危在歹息 这个猜测的提出 让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 张燕芬可能也有生命危险 就在专案组还在对这起案件 做出自己的想法时 外围走访调查的侦察员 传回重要线索 他们在刘芳成家附近 发现了一些低落状血迹 沿着血迹 侦察员来到一处干草垛前 当他们将干草垛掀开 眼前场景让人不寒而立 一具尸体蜷缩在干草垛里 而且此人正是失踪的张燕芬 通过法医的勘查 发现死者衣着整齐 现场没任何打斗痕迹 脖子上缠有一个鞋带 通过脖子上的伤痕 法医判定张燕芬是被人谋害 死亡原因就是有人用鞋带将他勒死 死亡时间在24到48小时 与冯泰群中毒时间高度一致 这意味着 张燕芬的被害和冯泰群的中毒 应该是同一凶手所为 那这个凶手会是谁 他又为何如此狠心的 像两个年轻女孩下如此毒手 随后 警方对刘方程 冯泰群 张燕芬三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们居住的村子位于大山深处 平时外人都无法进入 加上这三人与村里人也很少接触 警方首先排除了仇杀的可能性 再加上之前的现场勘查 警方也排除了财杀的可能性 现在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情杀 因而 刘方程成为警方第一个怀疑的对象 刘方程与两个女人保持恋爱关系 这在当地会受到众人的唾骂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周边村民给到的舆论压力 刘方程想摆脱张燕芬的纠缠 在遭到拒绝后 就将张燕芬残忍杀害 害怕事情暴露的他又给冯泰群下毒 之后选择报警 独自上演一场贼喊捉贼的好戏 随即 警方对刘方程在案发时间段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调查 在其父母和邻居的佐证下 刘方程因没做案时间被排除了嫌疑 尽管刘方程排除了嫌疑 但他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凶手 让人惊讶的是 他所提供的凶手正是之前中毒还在医院抢救的冯泰群 刘方程之所以会怀疑他 只是认为冯泰群想独占自己 因而将张燕芬杀害 对于刘方程说出的杀人动机 警方认为完全是无稽之谈 同时冯泰群是一个比较瘦弱的女人 想要将强壮的张燕芬杀害 几乎不可能 对于是否相信刘方程所说 专案组有所保留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时 一个重大发现让案件发生了转机 突破口来自之前在案发现场找到的纸条 通过笔记笔对 警方判定这些字不是张燕芬所写 很有可能就是凶手假借张燕芬的名义来写 因而写这张纸条的人就是凶手 为了验证刘方程所说是否属实 警方首先将冯泰群的字迹拿来比对 结果让人很意外 很几人员初步判断 这个字迹 我这个就是中途的冯泰群的字迹 很相对一字 而此时经过几天的抢救 冯泰群也脱离了危险 醒后的冯泰群所说的第一句话 也让案件水落石出 面对警方拿出的证据 他承认是自己将张燕芬残忍杀害的事实 对于杀害他的原因 也真是为了独自占有刘方程 对于张燕芬说出的动机 不光连办案民警都感到震惊 就连男友刘方程都感到不可思议 据刘方程回忆 在之前的生活里 他们三人都是和谐相处 根本没有吵架打架的邂逅 为了增进感情 三人都睡在一张床上 三个人住在一张床上 几乎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们三个确实 确实住在一张床上 就在刘方程还在享受这段 病态畸形的感情带来的愉悦之际 平时看着温柔平和的冯泰群 早已开始酝酿杀害情敌张燕芬的犯罪行为 到此很多人都会感到好奇 刘方程 三十多岁的男人 家境贫寒 要相貌没相貌 要能力没能力 为什么会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如此爱她 又是也为什么会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 这一切要从2002年说起 当年21岁的刘方程 第一次选择了外出打工 在这里 他认识了自己的老乡冯泰群 一来二去 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同居起来 一开始 两人甚是恩爱 在陌生城市携手前进 没多久 刘方程就发现冯泰群怀孕了 得知自己要当爸爸 刘方程别说有多开心 他将冯泰群带回了老家 打算尽快成婚 并让冯泰群在家养胎生害 然而 接连传来的噩耗 让原本幸福的一家彻底催化 冯泰群因不知原因突然难产 而且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 由于刘方程是真心爱冯泰群 两人感情没因这件事发生改变 可随着医生的一席话 这一切就变了 医生告诉刘方程 冯泰群之前根本没有怀孕的迹象 通过询问 冯泰群承认了自己假怀孕和难产的谎言 而这一切 只是为了让刘方程能更加爱自己 就是这个愚蠢的做法 让刘方程对冯泰群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从那以后 两人经常吵架打架 由于不想继续过这种生活 刘方程选择外出打工 担心失去刘方程的爱 冯泰群选择一同前往 而让冯泰群没想到的是 两人出来打工后 就没吵过架 刘方程也像之前那样爱自己 疼自己 然而 好景不长 刘方程闲暇时总会去网吧上网打游戏 在此期间 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张燕芬的女人 由于两人说话投机 有着共同爱好 刘方程在他身上找到更多的乐趣 很快 两人打算在刘方程的老家见面 为了这次见面 刘方程撒谎说要回老家办事七天 可让冯泰群没想到的是 七天之后 刘方程并没有回来 给他打去电话 也是张燕芬接听 就是在电话里 两个女人都知道自己是第三者 得知此事的冯泰群又恨又急 火急火燎的来到刘方程老家 打算向他要个说法 可让冯泰群没想到的是 面对自己的到来 刘方程没有丝毫悔过 甚至没有半点遮掩 他带着张燕芬在村口接他回家 到家的冯泰群就向刘方程讨要说法 只要有一个好的理由 他就选择退出 面对冯泰群的咄咄逼人 刘方程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同时又担心冯泰群会一时想不开寻短见 刘方程没有表态 然而就在刘方程犹豫不决时 他又发现了希望 冯泰群和张燕芬竟然能和谐相处 两个女人并没有吵架 而是很自然的有说有笑 在通过刘方程的一番劝说后 三人反而选择住在了一起 或许是冯泰群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重新得到刘方程 也或许是冯泰群认为 刘方程对张燕芬的爱 只是因为新鲜感 一段时间后就会消失 他表面上同意了这段畸形的恋情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发现刘方程对张燕芬的爱更多 极度让冯泰群的内心 如同刀扎一般难受 直到有一天 一直忍耐的冯泰群彻底爆发 刘方程的父母希望张燕芬帮他们生个孙子 而刘方程和张燕芬选择了同意 案发当天 早早起床的冯泰群就开始做家务和农果 直到来卧室叫刘方程起床吃饭 却看到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就看见他们有个 哎呀 就看见他们有个做那种事吗 心中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此断了 早上十点刘方程出门去邻居家做事 而精疲力竭的张燕芬还在床上 趁其不注意 冯泰群用自己的鞋带将张燕芬活活勒死 害怕事情暴露的他 又将张燕芬的衣物和尸体分别扔到水井和干草堕中 最后再留下一张纸条 伪造张燕芬离家出走的假象 可冷静下来的冯泰群觉得这件事迟早会暴露 巨大的恐惧和绝望让他选择服药自杀 到此案件真相大白